一直潜心向老祖宗讨教智慧的道家,其实并非科学的死对头。 著名英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曾经说过, 道家思想中属于科学和原始科学的一面,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。 而一生致力于基本粒子研究,并获得194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, 也曾声言他正在对30多种基本粒子背后的基本物质到底是什么感到为难时, 由于想到庄子因帝王中关于日凿一翘,七日而混沌死的预言, 提悟庄子对自然的态度,才想到这基本的物质可能就类似于混沌, 可见,道家对宇宙的认知和生命的探索, 早给我们后人建立了一个智慧的保护。 这是我打一个比喻,这道就是我们外面的一个世界, 现在我们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,外面世界是什么,我们不知道。 那有的人呢,从一个窗户里面看出去有一棵树, 然后他就回来跟我们说,外面有一棵树,就等于道这个一个树, 我人看的是一个祠堂,然后回来就写成这个树,道是一个祠堂。 那我们人不去修炼,那个窗户不打开的话, 就把钱的理论一看,道是一棵树,道是一个祠堂。 那到底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? 我们不知道。 就是说,回到刚才有个问题说, 为什么我们老子庄子都要说绝学无忧,不去学习呢? 就是说,我们放弃对这些有心的知识的追求, 把自己的心,修炼自己的心, 就慢慢地把这个窗,玻璃窗的一些窥尘, 慢慢地抹掉,打开自己的心窗, 观看外面的世界,观看大道, 这才是真正的体悟大道。 历史上,女真和蒙古统治者入住中原, 为了更好化解民族矛盾, 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, 推行如门是户,道相通, 三教从来一祖风的口号, 主张三教平等,三教合一。 其弟子邱处基, 面对当时的社会,目睹生灵涂炭, 甘愿为人民到处奔走, 都是体现出道家崇尚生命, 悲天悯人的精神情怀。 邱处基是龙门派的一个创始人, 那我们知道的邱处基, 好像是通过母乡小说之道的对, 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比较行侠仗义, 而且还脾气有时候会特别坏的这么一个人, 真实情况下是这样吧? 是,确实金庸小说里面对全人派, 它有一段的描写, 我记得前两年在香港庶长的时候, 曾经有一位清晨山的道讲, 就向金人老人家提问, 他说你就把那个清晨派, 那个渝昌海说得那么快, 我就是来着清晨山的, 但是我们清晨山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, 然后来金人金庸的老人家呢, 他就向那位道长道歉, 并且以后呢就把那个, 把些渝昌海的一些事情, 还有就是我们祖师那个允志平, 允志平祖师那些事迹呢, 全部都去掉了, 我们再说回秋树基祖师呢, 秋树基祖师其实我们是为了一个, 有个很大功德的人, 他为什么很大功德呢? 他是做了一个令我们世人都受惠的事情, 当时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, 从山东一直走到现在的阿富汗, 去朝建成吉斯汉, 当时成吉斯汉呢, 他的身体已经五十多岁了, 他就想找一个长生的方法, 那他就听说秋树基祖师那个道法很高声, 他想见一下秋树基祖师, 然后去找人去把他请过来, 秋树基祖师呢, 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一直走到阿富汗, 然后就告诉成吉斯汉说, 你要想得到长生, 你首先要清心寡愈, 不能以多杀人为乐趣, 当时蒙古兵就是说, 一进那个城里面, 他就要屠城, 抢人, 所以呢, 秋树基就说了这番话, 成吉斯汉呢, 很受感动, 然后就改变了策略, 不再使用那个焦土政策, 以跨游政策为主, 所以说, 当时康熙康帝有一首诗就说, 一言只杀, 虽之既是有其功, 就是说他一句话, 就记了很多的声明, 功德无量, 功德无量, 好��요, 看五花 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 这里都会举行法事 法事的目的大部分都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宗教活动不仅是表达宗教信仰的主要方式 更是对中华文化传统上的认同与发扬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是现今各个宗教所营造的共同目的